今天警方到達現場的時候 雙方面已經一風而散 現場留有被害的殷民 我們先協助就醫 那就醫完畢之後 初步的了解 這一期的這個傷害案件發生 原因是先前這個被害人 跟這個涉嫌人 他們因為一個女性的友人 發生了一個口角的衝突 那這個被害人跟他的友人到現場之後 就被這個所謂涉嫌人 他邀請了一些朋友在現場埋伏 他隨即動手打人 那初步詢問之後 將會依妨礙秩序 以及這個傷害罪來一生之半 在這間受傷害里 我們要帮你 再給我這一些 進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